老王卖瓜不再自卖自夸 由南投县政府招商进驻中心新村高等研究园区的 联衣光学公司经历两年的研发 推出了一般手机价格的水果甜度检测剂 县长林明珍赞许联衣光学的努力 用科技来造福农民 现博举办水果甜度检测剂产品发表会 并宣布由林医光店新研发的被破坏性水果甜度检测剂进入量产 这项产品将带动台湾水果采收 分级及贩售创举 不但协助水果分级品管也创造市场一大利益 我们这农院那地 我们收钱的水果 我们它要采收 用联衣甜度剂来测试 它这个硬度有架 我们现在来采收 当时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水果 透过这个仪器的检查 我们可以把它等级分裂 这个硬度更高的 我们就做一极的水果 县长林明珍致时表示 联衣光电是南投在地厂商 研发水果甜度检测剂 不但教服农民和消费者 也提高了台湾农业的竞争力 现在有这个非破性的糖度检测剂 对农民来讲是非常方便 因为它应该是扫描以后 就可以知道那个糖度 那对农民是非常省力而成功 这个三片也就是我们这个联衣甜度剂 做好 做好修 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跟是我们的工作 研发的水果甜度剂 比日本进口里气更轻便 更便宜 而且准确 可适用于葡萄 鱼纸 苹果 甜饰 桃纸 木瓜等薄品性的水果 一季多用 不必破坏水果 便能测出水果甜度离气 果农采售时机可以更精准 消费者买水果 也不再是邓由老板说说而已 好 spirits 汉落水果 优酱 黄轻 黄轻 东西 他